分享一个重口味的炒螺丝粉做法 我之前发过这个 好评有很多 这个朋友连吃了三天 做法有点像做意面 需要的食材就是这些 西红柿洋葱一定要有 青菜 韭菜 锅里放油 先把洋葱爆香 再放牛肉馅 放去皮的西红柿 还可以再来一勺番茄酱 然后把螺丝粉里边所有的料包丢进去炒 汤包全部都放的话有点咸 可以先放一半或者放三分之二 再把煮好过了水的粉放进去炖三分钟 你可以煮的时候不要煮的太熟 炖的这个过程 汤汁就会渗到粉里 然后放青菜韭菜就可以了 这个真的是重口味的吃法 上鱼虾 上油板 油加花生的做法再吃 我一般都是平底锅 先放一层油 油不用太多 冷油放花生 中小火翻炒六到七分钟就可以了 把油控出来 然后把花生放在冰箱的冷冻区 把它的温度彻底降下来 这样做出来的花生口感和油炸出来的是一样的